早安 快乐迎向每一天 请加入VTW LINE官方会员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在热热闹闹的好几个礼拜的 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样的议题下 那反正结果揭晓了嘛 所以我们回头来 关心我们其实眼前 这个远在天边的彩虹 那我们眼前的竹下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一次的长荣女大生 因为她是马来西亚乔生 所以她涉及了跨国的人民的 情感上面的一个问题 再来是两方的父母 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一样的悲痛 那加害者的父母呢 表明了放弃自己儿子性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希望法官能够从众量刑 然后速审速决 让他的儿子能够以命偿命 可是即使是以命偿命呢 事实上都没有办法 弥补啊 弥贫 受害者的父母的悲痛 这样开开心心的受女儿出国念书 然后本来以为说 台湾的治安比较好对不对 那所以就掉以轻心 其实治安在好的地方 像日本治安很好啊 他仍然是会有凶杀案啊 会有命案发生啊 会有性侵的案子发生啊 所以其实人在哪里都应该要有 自保的觉悟跟激进 那可能是因为台湾其实真的 尤其像台南 其实相对来说啊 你会掉以轻心 你就不知道说可能社会有这样的一个 反社会行为的人 他有他的幻想 或者是在这个电玩的世界里面 或者是他曾经 有过于小时候 幼年的时候 有时候是被性侵者啊 他会变成性侵犯 不一而足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像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警觉心 对于自己小时候 怎么样被父母带大 我曾经跟嘉玲 跟大家在空中分享过 我们的孩子的 孩提时候的经验 母亲怎么样 让耳听面面警告我们 要这个保护自己 小心自己的安全 搞到最后 好像我们都把外面的这个男性呢 都当成坏人了 那这是一个阴影 让你自己没有办法 自由自在的这个飞翔 又或者没有办法 自由自在的 看待自己的身体啊 生命啊 跟男性有人的互动 就会去保守 但是保守也不坏 保守不是坏事啊 就是你不会犯错 所以你也没有这一些 犯错的这个过程啊 阴影啊 有时候回想起来 就是非常的痛苦 那生活比较单纯 所以我们回来看 女大生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谈的 主要是这一次的 侦破这个女大生这个命案呢 又再一次用到这个车牌 车牌的辨识系统 那我们曾经谈过这个 M化车 就是在真房的时候呢 这个车辆上面有一些配置 即使他不用进入你的房子 他透过窗户可以知道说 房间里面有几个人 然后正在做什么 那个影像热显像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侵入了 住宅的隐私隔空 甚至可以收听到你们的对话 或者是截这个手机的这个讯息 到底有没有传票 有没有这样搜索票 是不是合法的流程 可是我们往往看到 就是说现在 在犯罪真房的问题上面 当行政单位 逾越了法律的授权的范围的时候 那大家就诉诸民意好了 一个是法律授权 这个才是健全的法治国家 另外一个就是诉诸于民意 反正也没有人会去追究 那这么做是为了要真房犯罪啊 所以不会有人去追究 公务人员的责任 对不对 你如果要去追究的话 公务人员就idol在那边 不做事就好了嘛 何必这么辛苦努力的 这个要破案呢 那最近这个破案啊 就是透过这个车牌编制系统啊 短短六个小时之内就破案了 最近有几次的经验对不对 就是三次 包括有一个是把一个这个 小女生把她救出来 高雄的这个事件也是一样 就都动用到这些技术哦 好那所以 两次的失踪少女跟一次的性侵杀人事件呢 破案就好 大家鼓掌 拍手 然后该下台的下台 好 就不要去再去问这个法律依据授权在哪里 就不要去问法律依据了 所以呢 这个马 马国的这个女大生 他整个破案的关键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个 警方知道这个范贤呢 在同一个地点曾经攻击未遂 那这个攻击未遂呢 这个资料 后来为什么没有去追究他 那当然有人下台了 可是这个资料呢 还找得到 所以他们找到这个攻击未遂这个案例啊 输入了车号来建档 这个 案发之后呢 就用这个车号呢 借由车牌辨识系统 来知道这辆车子 在那段时间的行进的轨迹 因为他在附近游荡 所以呢 就调出案发附近的这个监视论带来对比 好 然后拘提这个范贤道案 问案 然后就答案就出来了 就短短六个小时之内就破案 那 如果没有这个车牌辨识系统这个协助啊 只是有一个之前的这个鲁人未遂的这样一个 备案的资料呢 你要动员多少人力才能证明 要看多少的监视论带 才能够证明跟发现 这辆车子在这个范围内啊 毫无目的的闲逛 然后以这个为理由呢 就把人呢 具体到案 所以 在我国啊 有关于这个 刑事真防犯罪的这样一个手段啊 尤其是在利用车牌辨识系统 那 真正应该要做的就是立法 完善的立法嘛 这立法就可以解决了 也免除公务人员有这个违法的这个可能性 这个风险 对不对 那你舍此不由啊 就是持续让这些公务人员曝光在 可能违法的环境底下 然后公民呢 的隐私权 法律所保障的 隐私权 则随时在被侵害的状态下 好 这是不妥的 所以 不要说每一次遇到犯罪的时候呢 就全民叫好 用民意 来决定 这个社会应该要怎么运作 这不是法治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回头来看这个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警察职权刑刑法第十条 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这个警察对于经常发生 或经合理判断 可能发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场所 或公众得出入场所 为维护治安之必要时 得协调相关机关或机构 装设监视器 或以现有之摄影或其他科技工具了 来收集资料 依嫌向规定收集资料 除因调查犯罪嫌疑或其他违法行为 有保存之必要者外 最晚致迟 最晚最晚 应该在资料制作完成起 一年之内要销毁 可是 就算是警察职权刑刑法第十条 都没有授权车籍的辨识的功能 那个还要加上其他的这个条件 对不对 这个车牌辨识系统 我再讲一遍 警察职权刑刑法第十条 他只是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你在合理研判 可能发生犯罪案件的地方 或是公众出入的场所 为维护治安 你要协调相关的机构 来架这个监视器 然后 第一个他可以防治犯罪 因为有监视器 第二个 他可以做犯罪的真方 但是这不是车牌辨识系统 车牌辨识系统 不是说 你可以这个 有犯罪的可能性 对不对 或是 合理判断 这个是犯罪可能性的地点 那个马路上不是犯罪可能性的地点 车牌辨识系统 本来是为了什么 要装这个ETC 对不对 然后 要除职 然后停车费 或是过路费 这个车牌辨识系统 没有在法律授权的范围 所以其实 我们并不是反对说 你用很好的科技来增防犯罪 他确实有效 然后可以 这个抢救宝贵的性命 对不对 但你就好好的立法把它完成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在 看待台湾的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再迈向一个真正的法治 自由法治民主的国家 那这些关于隐私权的问题 尤其现在包含AI 各种科技 大数据 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不是蟑螂老鼠 我们有隐私权 这个隐私权应该要被保障的 然后如果我们不去监督这件事情 政府其实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不要轻易得罪 这个辖区的这个警察 他甚至可以 从事 拿这个资料来怎么样 从事违法的行为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或是拿来胁迫 辖区的 看上哪一个女孩了 好 拿来做胁迫的工具 这个其实 并不是说我们要怀疑说 公务人员会这么做 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切事情就让它合法 法治的社会 所以有关于科技增防这个问题 应该要及早立法 尤其它有成效 对不对 所以在两次的 这个少女的失踪的事件 包括这一次的 不幸的杀人的事件 它发生的效果 那让这个效果 落实 完全合法 要经过专家学者的研判 然后一个法律 定例之后 它会产生乳变 这个乳变的过程 要防堵 可能的弊端 这个才是 一个政府应该要去做的 这个是立法院的工作 应该要及早完成 那对于马国的这个女学生的这个父母呢 我们当然至上我们这个哀悼之意啊 那事实上连 蔡文都 对于这个 马国 致歉 致意 应该要致歉致意的 包括我们的 行政院的治安汇报啊 竟然从去年十月开始 就从来没有开过 这个我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一年来 现在徐国勇的理由是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开 其实不是吧 他连自己是治安汇报的执行长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治安汇报的主席跟副主席是 行政院政副院长 那这个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是党主席 江启成 在国会的质询 让我们看到说 啊 原来这么离谱 如果以疫情说不能召开治安汇报啊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去年十月并没有疫情 等到一二月疫情被确认之后呢 事实上你也可以开怎么样 视讯会议啊 这个设备多简单啊 连手机都可以举行视讯会议 这非常简单的技术 难道我们的内政部长从来没有听说过吗 政府花了多少预算 建立这个各个机关的这个视讯会议的这个设备 哪来用啊 所以为什么怠惰 为什么赌值 关键在于去年十月搭忙选举嘛 对不对 选举完呢 盲分官嘛 这就是现在的米党政府 我们只能说 我们需要国会 我们需要一个懂得立法 而不是行政院的什么立法局 这才是国会应该有的功能 把法律立好 然后不要每一次出事呢 就推到这个基层的远景 他们非常的辛苦 你们上面呢 坐在大官的位置上面 吃香喝辣的 怎么知道第一线的警察人员 他们的辛苦的地方 他们的不愤 他们的不满 都只能被压制下来 所以真的要补社会的破网 不是每一次出现问题的之后呢 就喊着要补破网 然后喊完之后 隔天又忘了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除开 睡觉 然后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 每一天也就过那几个小时而已 而有一群人呢 坐在上位 他的那几个小时 都用到哪里去了 选举选举再选举 就是选举机器 只是会略读这个国家的这个 行政的资源 整个国家的机器 真正在做时事的人 是基层的公务人员 这些上位者呢 问题就在 如果你没有一个 真正爱这块土地 把这个力量呢 到乡土 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说 哎呀这个 地方就变成区长了嘛 那县制合并之后 这么大一个县 你哪年哪月哪天 才有机会见到县长啊 你连地区的这个立委啊 去立委你都看不到 那地方到底谁在治理 派下来的官员 对于你的天气气候 哪里有问题 一点都不关心 他是被派下来的 他想的是 能不能还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其实地方自治 非常的重要 这次的命案 其实也是地方自治的 一环 当地方的预算 全部都被集中在 这个地方政府的手上 那个资源没有下放 路灯亮不亮 资源没有下放 然后没有人去追究 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会是 真的爱香爱土 我们每一个人 都跟乡土剥离了 有土私有财 当你跟乡土剥离的时候 你就会活在一个 虚拟的世界 每一个人就像孤岛一样 一个一个被隔开来 我有爱香爱土 我有每一天 因为爱这块土地 你会走出去 你才知道哪里的水沟 出了问题堵塞了 路灯不亮了 然后地方自治 让地方的议会 议员 来监督这些事情 地方的代表 来监督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的 整个地方自治 应该要重新来规划 整个方向不太对劲 我们剥夺了 包括农田水利会的 自治的能力 这个就是大政府主义 着寝的政府 才会做出来的事情 如果我们都不关心 我们都不监督 我们对这些事情 都不了解 觉得农田水利会 跟我们没有关系 其实这一次的 长荣大选女大生的命案 就是地方的 自治的这个功能 被剥夺的 其中一个缩影而已 这还不是社区的 社会治安 补破网的问题 这么简单 好 因为这个疫情 以及美国中总大选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议题可以讨论 那 已经偏离了整个 主流 主轴的方向很久了 那我希望在 未来 继续往我们本来 要走的方向去走 地方报 其实就是我们 要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有志之士 在每一个事件 一个一个累积起来之后 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 要去把地方报做起来 爱乡爱土 整个国家的力量 整个人民的力量 才会凝聚 有力量的国民 才有有力量的国家 我们明天见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 ID 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 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 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 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